现在呢就看到了阿基斯的记者会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赶快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五位来宾 带您持续关注台湾的政情发展 那么首先第一位为您来介绍的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廖正吉 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二位为大家请到的是呢 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请慧珠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先好还请到的是文化大学教授邱毅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我们就在我右手边请到的第一位 是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黄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现场请到的是评论员是郑世成 国助大文 好 那么今天我们回归正题来关心到的 还是台北市的新科市长柯文哲 好 回到台湾顾问团 那么柯P天天都告诉大家很多很多的新鲜的话题 那么显然很多人请他要赶紧的闭嘴 甚思再来谨言 但显然他这方面还不太接受 因为他说呢很多事情呢 如果是他决定的话 那就不叫做讨论 就不叫做公开 好 那么台北市的发展 随时带大家继续来做这个监督 以及来做追踪 那么换上看到林佳龙的台中市 这回台中市呢 林佳龙选举选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么同一时间在昨天正式公布他所小 内阁不得了一公布九层人选通通出来了 真是很厉害 他有个智库 所以人一公布出来呢 只有三个局势所长还没找到 跟其他的绿军县市 现在陶卡茂迭修迭锤狼的情况之下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今天最重要的是谁呢 就是他 林林三 我请邱毅老师来帮我们讲讲 林林三这位即将成为台中市首席副市长的介号人物 选了他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然是 我想林佳龙为什么会有智库 因为他有一个很有钱的岳父 因为他有很多的财团 都是他岳父的好朋友 捐给他很多的钱 而且十年蹲点捐给他很多的钱 所以他能够有个智库 所以他决定他的台中市的小内阁 就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跟别的他的党内的同志 完全不同的待遇 那他这个小内阁里面出现了一个 大家很有兴趣的人 就是这一位 叫林林三 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阿扁的时期做过非常长的 任期很长的 应该有差不多六年的时间 担任阿扁时期的交通部长 那么他在任内最有名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近不是常有这个国道收费员吗 要去抗议嘛 对不对 弄的原来的江一化江内阁 跟未来的这个毛治国都是一大难题 那这些国道收费员在抗议什么呢 他说你们政府都跟远通勾结 远通的大老板叫徐旭东 那真正开启政府跟远通勾结大门的是谁 就这一位 就是林林三 而且还在司法上有案可查 因为那个时候被查到 林林三的主任秘书叫宋来武 直接就跟远通之间有金钱往来 帮远东包庇远通 然后收取贿赂 所以宋来武最后被定验 被定验11年 好 可是林林三厉害 老狐狸果然厉害 他切割得很清楚 所以呢 他在检察官的阶段 他就得到不起诉处分 可是到了法院 法官审理时候觉得 检察官你弄得不对啊 怎么会林林三没有责任都送来武呢 所以法官竟然空前的 以前没有哦 在判决书上直接写清楚 说林林三是这个案子的叫共同证犯 照理讲啊 等于是法官直接就告发 告发了林林三在这个案子里面 跟远通有不干净的关系 是共同证犯 宋来武是11年 林林三是逃脱不了这个法律的刑责 但是台湾的法律 法官等于告发了 共同证犯 但是检察官也没有说 在处理这个案子啊 所以就给他放过了 现在还才成为台中市新科的首席副市场 是好 谢谢这个邱毅老师 这段的过往邱毅老师帮大家说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看到媒体报道 林一三说这是媒体丑化他 好 但是这个法官的共同证犯 这有评伦 今天才会在这里秀出来给大家看 也是让邱毅老师在这里可以做说明 所以请教黄委员 这个林嘉隆是一个世代交替 当初在跟胡志强对比 胡志强就是相对老太隆忠 而且做得太久 但是他的首席副市长70岁 我们不能拿年龄来做歧视 但重点是是个有弊案的一个背景的人 只因为台中接下来的 不管这个叫BRT还是MRT还是台中港 很多人说是为了台中港的问题 要请他来处理 找不到别的人吗 我觉得其实林一三 他并没有在台中市政府待了13年 但是林一三 坦白讲他现在是这个不起诉处分 如果说他真的 因为不起诉处分我们知道 地检署不起诉处分要送高检署复合 高检署过去好多 不起诉处分再复合 再发回再重查 后来有的是案子起诉大部分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能经过地检署高检署 我是认为说 只有法律是查查了严谨度 如果说法官认为说 他的共同侦罚 他应该当庭告发 然后再发给地检署再去查 现在没有嘛 法官有问题是不是 没有 我是认为说 法官的认知的 用认法 认识用法的情形 你觉得他讲的太over了 我觉得其实应该有更多的证据来显示 可是你说林一三 他现在退休了一个月 爽退 我不知道部长退休 当当初这样一话说 可以领一千两百万 我不知道是真的 但是林一三他当那么久的部长 被子的公务员 其实在当台北市的交通局长 加起来他年资可能一个月领了很多钱吧 超过三十年了 他现在来接这个位置 你看他应该可以说 我都不理了 你说他不是赚钱为目的 我就领退休息就好 他为什么要去接这个烫索山鱼 所以他有所报复了 我是认为说 如果说有些经验要借助他 那你说然而弥娜真的没有人 我觉得其实就要借重他 马总统当选总统2008年 还不是用了一大堆 过去八年前 陈瑞扁执政执行 过去连战当行政院长时的旧城 包括毛治国 但是有弊案吗 可是林一三现在有弊案吗 不是吗 我说他曾经涉及过弊案 没有错吧 然后他就不起诉处分吧 是好 那我所以说请教司成 林家龙不care 专业取向嘛 其实林一三他从阿扁总统 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是他的小内阁的成员了 所以渊源是非常非常长的 没错 因为我常常开玩笑 虽然是很难很难笑的笑话 是 这次这次的选举结果 两个倒下倒 一个是输到下倒的国民党 一个是赢到下倒的民进党 为什么 赢了太多现实 现在人才你说真的够用 我真的不够用 除了你看嘛 这些如果是真的够用 你说会用一个 不要说这个司法 有争议的人物 而且争议性这么大的人物 不是设计的一般是贪污的 虽然是 这个不不起诉 但是被法官列为 所谓共同正办的林三 我觉得这很奇怪 还有包括其他现实不讲 因为民进党这次赢的现实太多个 包括嘉义市 包括桃园县 包括台中 反正他赢了很多现实 他现在人才有相当大的问题 找得很辛苦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就不要点名了 有些人才之前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人拜托怎么还在政坛打会 这个 现在变成了民进党执政县市的什么副市长 很厉害 当然不要去以人 就是说看过去的政绩 可是我觉得说 民党这次赢了这么多 恐怕必须思量一个问题 你的赢的区域大 你所能够犯的错误就可能更大 如果你用了这些人 马上出包 陆续出包 他像这样子 磕屁算不算你的人 可是他现在还没上任 就已经开始在出一些状况了 这些都算是民进党 不是 那你作为小补充 阿扁任内有多少内阁部位首长 后来都被什么特征组拉 收拉 起诉了起诉 后来很多人都无罪了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在如果阿扁政府的 这个政务官有这么多问题 那在马政府的手里 逃得过吗 我们不要拿司法再来这边隐色 这个司法是谁的 是蓝的还是绿的 那我们只说 这个司法的处理 它有留下记录 就是留下记录 只是我们再告诉大家是 民进党在这个策略地方 包围中央成功了 但是有准备好吗 画面上看到这么多 这么多民进党 这回拿下的现实 大家想那个 人恐怕都阻不起 二军还是三军都上去了 接下来施政品质看绿 我们待会关心 国民党的中场会